上集我们讲到 雷镇春指着地下的尸体 微微嘴笑地对张耶先话 张先生 没多久之前 这里发生了一宗枪战 留下了八具尸体 庙里头呢 有四具尸体 还有这里的三具都是绑匪来的 因为他们讲河南话 所以我们可以断定 他们肯定是白浪匪帮的残暴 还有 在这一宿这具尸体呢 是被他们绑票的 长泰囚段庄的老板 钱德平 这帮匪徒 发现被他们包围之后 好残忍地枪杀了钱老板 枪战结束之后 我们继续守杀 发现 哦 原来 这帮绑匪 除了钱老板之外 还绑架了另外一个人 而这个人 也都是被匪徒枪杀的 他就是 张野先好平静地说 张铁嘴 是不是 我真是不知道 你这个人是聪明得罪啊 因为真是懂得微博先知 张先生 你说得对啊 这个多出来的欲心 就是张铁嘴 至此 外界 传到 虚虚 含含含的 张铁嘴 被白朗匪帮 绑架案 就画上了个句号 我们都有得向公众 和报纸佬交差 张野先叹一口气 唉 这些这么水皮的调话 你猜大家信不信呢 雷震春好斩钉字帖的 不信 没有人会信 不过 说话又说回头 就算没人信又怎样呢 死无对证 既然没证据 又有哪个人可以揭穿他呀 对于我们来说 那总好比你在公众面前 再揭穿事情的真相 要好得多呢 是不是 是 所以 张先生呀 你都知道认命了 不过 我们毕竟有个交情的 而且 我亦都很佩服你这种本事 所以 最后关头 我都会关照一下你的 怎么关照呀 你不会给我一条生路走的吧 那当然不会 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都愿意放你一马 但是 只要我留了一条生路给你 那我自己肯定要走死路 舍己救人 这么伟大的事 我还是做不出的 那你可以关照我什么呢 第一 行刑的时候 我不会打你的头 这样 你的面容 还算完整的 你小师妹 看见你这条丝的时候 都不至于太过难过 是不是 第二 我会被董参谋 亲自来开枪 这位董参谋 你都没见识到 他是我们北洋军中 有名的神枪手 绝对可以一枪拿命 那 你又不用受太多苦了嘛 多谢关照 真是认真感激 讲完之后 将军先看 都不再看雷镇春一眼 向着廟门口走过去 走到钱德平师看旁边 他停下脚步 转转头说 是你说 应该差不多了吧 雷镇春向董正日点了点头 董正日行前几步 对张也仙说 先生 请你凌转身啊 那我开枪那时候 你起码都不用吓死了嘛 你用背脊来对着我啦 张也仙慢慢地凌转身 等他一转到正 董正日马上拿出手枪 向着张也仙的背脊 砰砰 一连两枪 一声 张也仙应声而跌 董正日收好枪 走到回来雷镇春身边 雷处长 尸体怎么处理啊 雷镇春望他一眼 调转转身边 转转身对丘震国说 你们将张铁嘴身上的血迹洗干净 帮他换回来雷镇和他换回来雷镇一样的衣服 然后将一条尸送去张铁嘴的体相馆 是 那其他尸体呢 其他的事不用你们管了 说完之后 雷镇春走回上汽车 开车走 看着车 越走越远 看不见 董正日 何家园 丘震国 即时走到张耶仙身边 只见张耶仙派在地下的树 背脊呢 穿了三个洞 都是窗眼来的 衣服上面 甚至一大片血迹 董正日看了底 张耶仙还抢的地方 然后 这样才轻轻拍拍的肩膀 先生 雷镇春走了 你没事啊 张耶仙慢慢地地下排身 没事 你们这枪法都认真准 全部都打在铁板上面 一边拱 他一边 拉开外面的衣服 原来 他背脊呢 绑了一块半尺几的铁板 何家园 那边快把张耶仙 脱下来外面的棉树 在里面 拉了个小布包出来 这代那些红药水 真的跟血水一样 除非拿个避歌纹 就这样看 真的分都分不到真假 董正日就说 哎呀 不可以逗留这么久了 长泰囚断庄 已经知道了消息 很快会派人来收屍 我们快点离开这处了 四个人 捐回到汽车里面 汽车慢慢开动 没多久之后 看相馆似乎已经得到了消息 在银皮帮那几的年轻人 帮忙之下 好快一楼大厅 就被布置成灵堂了 一口棺材 放在大厅正中 棺材盖打开了 信仔和关义 就负负责地烧紫钱 赵荣荣 黄太岁 巴山虎 金钱炮 黄翠 黄翠 唐仙云 都在棺材旁边 棺材里面 躺着的 正是穿着一身杜袍的张野线 他的神态很安诚 似乎一点都不像是被人打死 而是好像只是躺着一样 只见他双手 放在空前 在杜袍前边 放了面八卦镜 那位 之前报道看相馆开张的杨记者 和摄影师 正是同张野线的围体拍照 伸着重效的赵荣荣 神情凄惨地 望着张野线的围绕 泪流满面 大家拜祭过之后 两个工人帮忙 将棺材盖合起来 野线 野线啊 赵荣荣忍不住 撲向棺材 唐线云黄吹味 即时抱住他 棺材盖合起来 两个工人呢 用棺材钉 钉住棺材盖 哎呀 太岁这些这么铁石心肠的人 都不够面色动容啊 他问啊 顺仔说 应日出品的事 安排成怎样啊 回望掌柜 全部安排好了 台棺材那些人 我全部选过 一个个呢 身装力见 而且 我还找了二十个哭桑的 男女老少都有 我跟他们讲好了的了 一路上呢 一定要抹大喉咙哭 哭得越响 越伤心的 到时候打赏就越多 嗯 那 捧灵牌的孝子呢 也都找到了 他叫小云子 今年十二岁 是个乞衣仔来的 已经和人呢 捧过九次灵牌的了 这么巧啊 他姓张 那他做孝子就对了 连姓都不用改啊 嗯 好 好 张先生对我们 鞍皮帮有恩 他的后事 我们一定要照顾得 越完善越好 明日 我和线云 还有四万兽都会送他 说到这里 他就望了赵荣荣一眼 跟着 小小声对蠢仔说 你记住啊 这个女仔 如果有什么要求 你一定要尽量满足 而且 你堂喪氏 一定要使他满意 现在张野仙死了 我们 就要找个 第二个人 靠 他爹呢 听说是 张铁嘴 张野仙的师父 豪帝都这么本事 他师父 肯定更加 厉害 这种奇人 意思 我们一定要 笼络好 你听见没有 放心放心 掌柜放心 我一定会做到 令他十二万分的满意 到了夜晚 陆陆续续来拜祭张铁嘴的人 全部走光 看相馆的大门 也都关了 宁堂里面 你只剩下赵荣荣 和关义两个 赵荣荣指指楼上 问关义 喂 信仔他们几个人 嘻嘻 喝了这么多酒 又吃了你 比安眠 现在睡得 直直都像死猪 好 快点动手 关义 马上 抽了棺台盖上 一个笋口 向着棺材里面 说 喂 野仔兄弟 野仔兄弟 坐得来了 咦 棺材里面 没有人应的 野仔兄弟 可以坐来了 还没有人应的 哎呀 糟 难道 难道焗均了他 没理由 我特意留了这么大条纳 怎么会焗得到呢 张野仙这个时候 这样子在棺材里面 竟然笑一笑 没焗到 不过就来饿了 一边说 张野仙一边在棺材里面 坐起身 啊 你这个野仔兄弟 现在越来越会 整股人了 叫着你这么多声 都不认 吓了一大跳 我还以为 你真的被人 焗均了 喂 快点爬出来 吃点东西 哎 张野仙叹了一口气 不如你给点东西 我吃了先啦 我现在饿得 几乎爬都爬不动了 赵荣荣在旁边 拿了一只烧鸡 撕了一只鸡腿 帝腿 张野仙 张野仙 马上狼吞虎县地 吃起上来 关义 走上楼 在旁边的两间房间里面 望了望里面 见到顺仔和鞍皮帮 那几个年轻仔 还分了脚一声 即时 在床下底 拖了四个很沉重的大石头 他搬了一块石头 走到来放在棺材旁边 这时候 张野仙吃完鸡腿 他马上在棺材里面爬了出来 脱下一件刀袍 二哥 我都帮你搬了 不用了 还有三个石头 我一会儿搬过来 你先休息一下 赵荣荣也起床 三个石头 我们刚刚一人一构 很快 那四个石头 塞在棺材里面 哎呀 野仙兄弟 赵小姐 这魂妥当了 趁天未光 你们两个快点离开北京城 赵荣荣拧拧拧头 我不能走 我这个小师妹 是张铁在京城唯一的亲人 如果她落葬的时候 我不在场 人家会怎么想呢 师哥 我在永定门饭店 已经订了一间房子 你在那儿等我 等葬礼一完 我就过来找你了 第二天 就是张野仙出笨 不知是否露天爷都有感应呢 天低云暗 雪花昏飞 那支送葬的队伍 都不知多长 数十年翻旗 迎风飘扬在前面引路 紧随翻旗之后的 是一个托着灵牌 全身重效的男子 那男子 倒下头 显得好像很悲伤 四个标迎大看抬着棺材 跟着男子在后面 跟着棺材的 是那二十个 是那二十个 好可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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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帮的所有头面人物 一个个神情缩目地跟在队伍里面 在后 曾经被张野仙指点过算过命的曹镇山两夫妻 和他们的儿子 怀来怨半厅镇的李东梅 还有个位 终于运回儿子的李浩 以及在看相馆 被张野仙看过相 受过他指点的人 亦来为张野仙送行 这批人特别多 足足有 唉 真是想不到 一代神相 最后居然这样来收场 曹夫人说 我真是不明白了 那个张铁珠 居然这么厉害 可以知道过去未来之事 那他自己怎么会 又被白龙匪帮来捉住呢 每天都指点人吹吉避凶 为何他自己 反而不知道 有场这样的灾难夹祖躲避呢 唉 夫人 那你就不明白了 我好像很懂事 大凡算命先生 都是算人不算己的 不单是自己 你连他家人都不算 你连他家人都不算得 越是铃铛 你泄漏的天 如果 你和自己算的话 恐怕 会使自己和家人 有报应 啊 原来是这样 唉 那就不怪得了 曹珍山又说 正所谓能医不治医 这句话 你都听过的了 真正的神医 是不可以为自己 甚至为家人看病 都是一样的道理而已 一个高高瘦瘦的中年人就说 唉 你们错了错了 你猜张铁咀呀 没算到这件事吗 当然不是啦 他一早就算了自己 会被白朗匪帮绑票 他还算了 长泰囚团的前老板 亦都一样 会被人绑架做欲心 他兼且还算了白朗匪帮 几时几分 会在西山的山神庙门口 杀他们 他已经事先写好錦囊妙计 交给军警执法处的 雷镇春雷处长 上面写着几点几分 准时带人 趕到西山脚下的山神庙 这样就可以打死匪徒 救了他和前老板 怎知呢 雷处长啊 原来是他烟铲 他呢 就来到时间的时候 居然烟引起 和他姨太太 一起吃了一阵大烟 担搁了五分钟才出发 就是五分钟而已 结果虽然打死匪徒 但是张铁咀和前老板 唉 就这样被他们累死了 曹震山一听就很生气 什么 这个雷镇春 他怎么搞的 人命关天 他怎么可以这样做的呢 唉 唉 唉 这个张铁咀明该如此啊 李浩呢 又好像好之夜 那叹一口气 那我就不明白了 喂 张铁咀啊 既然他这么聪明了 連雷镇春 应该几点几分就够他都计到 那为什么雷镇春 会担五分钟 他又计不出来呢 那如果他在錦囊妙计那里 将他时间提前五分钟 那样啊 就没事咯 唉 这个不怪得张铁咀的 这些东西啊 恐怕朱葛亮都没有计得那么清楚的嘛 喏 你都听港股佬说过啦 当年朱葛亮 曝了七星灯 为自己俗命争首 本来可以大功告成的 谁知呢 最后关头被一个魏妍闯进来 结了一盏七星灯 结果朱葛亮呢 就争不成仇 过几天就病死了 如果朱葛亮事先算到魏妍闯进来的 那如先派定两个人在门口 拦住他就得咯 唉 那哪里有后来三分归一桶 司马延就建立晋朝这件事呢 所以这些真是整定的了 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 唉 命女有事 中上的人在门口 拦住他就得咯 唉 那哪里有后来三分归一桶 司马延就建立晋朝这件事呢 所以这些真是整定的了 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 唉 命女有事 中須有 命女无事 莫向求啊 那些人一边说 一边 送葬的队伍 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在一个山脚下边停下 这个是一个背靠青山 两面蒼蟲勁拍的风景秀丽之地 一块巨大的墓碑 上面刻着神相张铁嘴之墓 在石碑后面 也都挖好了毛巷 这位 虽然年轻 但是剃造了无数全旗的张铁嘴 似乎 就要埋骨在这一树上 中堂的宋葬队伍 终于将张野仙的棺木 送到来 不知哪位风水师 为他选好的风水堡地那里 棺木 终于在隆重的仪式 和众人一起见证之下下葬 当最后几产的泥土 洒在棺木之上 将一个一早挖好的木坑 堆成了一个高高的坟堆之后 人终于散去 墓碑前面 只剩下赵荣荣 关椅和信仔 站在前面 赵荣荣仍是整个呆细地看着墓碑 面色一片亡然 信仔由今早早 就开始亡前亡后 到现在已经很累了 他忍不住说 赵小姐 天色不早的了 不如我们先回去 你们先 你们先走 让我一个人在这儿静下 顺仔 望望关椅 关椅摁摁摁摁摁摁 那好吧 我们在前面 松树林旁的客店等你 唉 不是我说的小姐 是 张先生的死 真是令人痛惜 但是人死不可以复生 你还是自己保重好 说完之后 信仔和关椅 两个人就走了 赵荣荣看着墓碑上面 张铁咀摁摸那几个字 欣住 真是有点眼泪流出来 小姐 天下无不散之言迹 张铁咀虽然过了身 但是 她没留下后玩 都算是功德圆满 你又何必那么伤感呢 赵荣荣另转一看 只见一个西装骨骨 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 就站在自己身后 咦 为什么这个人的样子 有点眼熟 但是一时间 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他 你 你是 小弟就正是张野仔 参见大师姐 咦 你 你是野仔 你 你是野仙 哎呀 你是我师哥啊 蓉蓉 猜不到你 我们终于可以有重新见面 今天算不算是死过翻山呢 师哥 赵荣荣荣好激动地扑进了她的怀抱里面 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哎呀 真的好了 原来你剃了把鬍 恢复了本来面目 真的好 真的好啊 张野仙也拿出手筋仔 为他抹去眼前的眼泪 师兄啊 我说过的嘛 叫你在永定门饭店等我 为什么你走来这里呢 多危险啊 如果被人认到啊 那就闭家伙咯 我原本是真是想等到你来找我的 但今早我剃了一部鬍 然後一照镜 哎呀 連我自己都不认得我自己了 那其他人又哪会认得出来啊 所以呢 我就决定来参加我自己的葬礼 啊 我都猜不到原来真的好有意思的 我自己看着 葬着自己的棺材 被骂入泥土里面 然而自己啊 也都站在祭殿的人群当中 看着其他人为自己 伤心啦 流眼泪啦 哇 好可爱啊 普天之下 恐怕只有我张野仔 可以有这样的奇遇而已 这个机会 我怎么可以错过啊 哼 你啊 还觉得好玩呢 你都不知道 那些人搞得人家都不知道多伤心啊 蓉蓉 蓉 我看得出 你真是伤心 真是在流眼泪的 我就是搞不明白了 你明知我未死的嘛 为何还会这么伤心呢 你明明知道 里面埋的不是我 只不过是几块石头而已嘛 唉 只但在墓碑上面 刻着你的名字呢 我想 终有一天 你真是会躺在墓墓里面 你的墓前 也会树起一块墓碑 所以 所以人家就忍不住 傻妹来的 都不知道何时啊 才真是有这块墓碑 你现在就流定眼泪 那是不是早了点啊 蓉蓉啊 我们走啦 那个 被人称为张铁嘴的张野仙 已经永远地埋在这里 但是 我张野仔还在山呢 以后每年今天呢 我张野仔 都会和她的大师姐 来这里为张野仙上香 祭典 嘿嘿 大师姐 到时候 你肯定每年都要在这里 哭翻墙啦 你呀 现在都还这么百艳的 人家的张野仙 比你这个张野仔 稳重得多了 我知道 张野仙不仅是稳重 而且还很正经 懒得不老谋心算 但是呢 比较起来 你更加喜欢 我这个油肯滑掉 喜欢跳皮倒弹的张野仔 是不是 是 或者我不喜欢 你和人看相测词 更加不喜欢你做什么博士 还是张野仔好 想哭就哭 想笑就笑 虽然有时呢 你都喜欢整瓜人的 但是无伤大雅 这样 多么真实 多么自在啊 嗯 以后我都不做看相先生啦 当然啦 这些东西都是骗人的 名气越大 骗人呢 就要骗得越厉害 你 在京城的这段日子 你虽然闯出名堂 但是 你看看你 有几次啊 都几乎没命 那样 那样 你不单只每日 要想尽办法骗人 还要搞尽老汁 不让自己的骗局 被人拆穿 你说你多疲呢 咦 就算真的被你做到国师 那样又怎样呢 我说 与其做一个飞黄腾达的张野先 还不如做一个平平凡凡 但是真真实实的张野仔啦 唉 我们又要暂时分开啦 信仔 和关义啊 就在前边 的小饭店等着我啊 有了 他们等了 我将看相馆的钱 都留给关义和信仔他们了 我们走另一条路 我已经是雇了个马车 我们现在就马上离开北京城 回去武功山 在马车里面 赵蓉蓉就说了个消息给张野先听 原来 最近袁世凯是在大底 那个东北皇张作霖 开头是答应 为他入关评判 袁世凯就送了一大笔军响给他 怎知呢 他跟着又说 关外人又不管关内人的事 他们的官兵就不肯入关 搞得袁世凯不浅 真是扔到咸水海了 什么用都没有 看这个样子 不熬得多久 袁世凯这个中华帝国 就真是要仇中静寻了 嗯 我看他也是个短命的王朝 你不是说他最多做了八十一日的皇帝吗 唉 这句说话呢 当时为了买条命 信口开河 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疆 中华帝国就算短命 但是怎么应该可以维持得三年五载吧 说不定 袁世凯 还会把皇位传给他的儿子 到第二世皇朝 才受宗正寻 如果是这样 我们 都不要来拜祭张铁嘴了 要不然 被人认得这么危险 是的 皇夫人送给我那块恩仲余山的金铁 你收好了没有 当然收好了 这块金铁是纯金的 虽然呢 这块金铁呢 说就说送给你了 但是 你在这件事上面 最多 都是懂动脑筋 动动嘴皮而已 我货真价实 真是把他救回来 救了他的命 所以论起上来 这块金铁 有一大半应该属于我的 我怎么能够不收起它 我把它放在永定门饭店 那个藤箱里面 你都把藤箱 带上车了 难道你没有打来看过吗 我没有打过箱 这块金铁上面的字 虽然是纯金做的 但我也不是那么着急 我着急的是 我要将这块铁交给师傅 作为这一次 我奉施命下山 所做功德的见证 老实说 在北京城这几个月 我和那么多人看过相 但是呢 都是和王夫人看过相 最开心 最痛快了 虽然 这个也是一个骗人的骗局 但是 我利用这个骗局 不单只救了孤儿寡母 还使得奸恶之人受到的懲罰 这个呢 就真是功德圆满了 其实啊 你和马桂花 父女看相 使她们脱离苦海 一步登天 那这个 也是值得赞扬的义举 不过总的来说 看相 冊字 都是骗人的事 我看以后 你都不要再做了 尤其是我爹 送给你那本 上面 冊字 心法 大善 自从你得了这本书之后 每日都想着 怎样去骗人 怎样弄虚作假 我真是怕你习惯成自然 变成一个 整天都开口无句真的人啊 那多少人害怕啊 我已经说过了 我再也不会和人看相冊字 今次回武功山 我要和你爹 学另一种本事 你想学医啊 没错了 你爹的医术这么高明 武功山方圆几百里 都将他当成生神仙 这个不是因为 他懂得和人看相冊字 而是最重要的 他懂得和人医病 而且啊 都是手到病除的 等我学了他老人家那首医术 我们就在武功山下 开间诊所 到时候呢 我是中医 你做西医 我们中西合璧 圆湖祭祀 那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我学西医 你学中医啊嘛 中医和西医 又怎能够一起开诊所的呢 为什么不行啊 我刚才说了 中西合璧 西医和中医啊 大家的理论根本都不同的 哎呀 无论是诊断 或者开出来的药都不同的 怎样跟在一起啊 哎呀 你是西医啊 我是中医 我是中医 看见他们来到 马上又放下报纸 站起来 哎呀 我计住日子 你们都应该回来了 想不到 真是回来啊 哈哈哈哈 张野仙即时跪低叩头 弟子张野仙参见师傅 哎呀 快点起床 快点起床 野仙啊 你受苦咯 师傅 我下山的时候 你老人家送给弟子一句说话 说没有熬不过的难关 弟子这次下山的确遇到很多难关 尤其那天 假抢币真是生死缘于一线 但是弟子咬着牙关 总算咬着过来了 我知道 你这次下山真是狗死一生 啊 难为你 难为你咯 但是 弟子都没办法达成师傅的愿望 辜负了师傅的期望啊 谁说的 你这次下山功德圆满 比我期望还要高得多 怎会呢 你这两天没看报纸呢 一路上瘡瘡瘡瘡瘡 我哪里有行情去看报纸呢 难道 报纸上面还有我的消息 指极真人指着桌面的报纸说 大前日元世海宣布退位 中华帝国呢 现在又恢复了以前中华民国的称呼 原世海 只是做了八十三日的皇帝 什么 我说他会做八十一日的皇帝 他做了八十三日 那就是比我计得多了两天 那豈不是我算命都算得多准 哈哈哈哈 你算得不是很准 是非常准 报纸说了 袁世海是做了八十一日皇帝之后 写退位诏书 袁克定为了不让你计准 特地压了两天才宣布 到了八十三日公布 如果计回来 由袁世海写退位诏书那天开始计 他不多不少 就真的只是做了八十一日的皇帝 真的? 哇 猜不到我今次 撞彩都撞得这么准 现在所有的报纸都在赚你 将你讲成好像朱葛亮、劉伯温那样的人物 你看一下 你的坟墓已经被重新收集 有一个叫做王成渝的人 还有一个叫做王翠眉的花灰娘子 在你坟前起了座牌坊 听说每日 在你坟前祭拜的有成千人那么多 你再看这份报纸 大财主王夫人 正是打算在西山脚下 或是你收回庙呢? 赵荣荣南立报纸 爹啊 这些已经是以前的事了 这些已经是以前的事了 做个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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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下山? 张也先就说 那就是打退堂鼓了 那有什么出色啊? 不行不行 你一定要下山 做一番轻轻轻轻轻轻的大事严 等你的胡桑散翻出来之后 你还是要下山的 什么? 还要流苏下山? 不单止流苏下山 还要用张也先的身份下山 而且啊 而且第一个地方 就要去北京 和那些故人见面 那不行 张也先已经死了 我班朋友啊 亲眼见到张也先 装进棺材里面 又亲眼见到 张也先被埋入了坟墓里头 如果我再用张也先的身份 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们会怎么说啊? 他们说撞鬼咯 乱说 普通人突然死过翻山出现 他们会说撞鬼 但是张也先不同啊 张也先 他是能知 过去未来之事的奇人意识 我问你了 你们在棺材里面 放了些什么? 一见到铺 四块石头咯 那就可以了 你可以啊 等你的朋友 跟你一起去挖开个坟墓 打开棺材 当他们发现 棺材里面的张也先 已经变成四块环石 一见到铺 他们又怎么都不会认为你是鬼 而会认定 你真是一个生神仙啊 哈哈 那时候 恐怕 他们再也不会叫你做张铁嘴 而会敬你做 张大仙咯 咯? 我要做张大仙咯? 好 这部书 我想传到我们这一代 就不要再传下去 以后 我也不想再和人看相冊字 因为这部书 记录有些骗人的手段 我想 留在世上 遲早 又有很多愚夫愚虎 要被人骗的 如果万一 这部书落在那些 心怀不轨的人的手里面 就更加容易给他做出不知多少 害人的事 我说 不如 师傅啊 我们不如将这部书 烧了他 我宁愿跟你学医啊 以后我就可以和师妹一样 圆湖祭世 他开西药 我开中药 看看 我们是中药洗得 因为西药本事 这样既可以维生 又可以帮到人 那多好呢 师傅 唉 猜不到 真是猜不到 我指极公传了 这么多代的秘本 你们居然说它是害人之物 只不过 时势不同了 现在民国时代 是 你 是无心要继承这部书的本事 而且 这个世界 恐怕越来越难靠这部书来搵舌 只不过你说燒了它 我还是有点不忍心 毕竟 我们历代祖师的心血 而且呢 他虽然记录了很多 看相测词的骗人本事 但是同时呢 他也记录了很多 擦颜官式 揣摩人心的技巧 这些技巧 不单止是看相先生可以用 警察破案 大老爷审案 有时都很用得着 更何况 除了看相测词之外 这部书还记录了很多 千百年来 三教九流 江湖上很多秘密的勾当 你这些都是宝贵的资料 如果落在一个对用的人的手里面 说不定 它会成为一本 祭世良书 又或者是神探秘笈 那 如果师父这么说 那不妨按照师父你的意愿 我们再次下山之后 我就拿这部书 看下世间上 有没有值得将他相传的人 说不定 人家真的可以用这部书 来帮人呢 到时我们鬼谷一派 指极真人的本事 也都可以用另一种方式 继续流传下去 那各位 張野仙呢 从此之后 就和赵荣荣 圆胡济世 再也不看相测词了 但是子极公的这部深法大传 他真是找了一个传人 而这位传人 运用这本江湖秘笈 又真是做出一番 令世人则目的轰动大使 这个就是另外一段的传奇 禁止 4 5 4 5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